謝謝主席 各位先進,有請財政部的 我們的軟代理部長 好,那個軟代理部長 軟部長早 這個你代理部長啊 我不知道你要代理多久 你現在是國安基金的執行秘書嘛對不對 你要不要把這個位置讓出來還是部長間 因為我現在只是,我本職還是次長 所以我現在只是代理 所以呢目前是執行秘書是還沒有 所以沒有交,沒有交出來 目前還沒有 不過看起來如果萬寧不信 蘇貞昌繼續留任院長的話 你會爭處為部長喔 這個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從來沒有去,這個長官去決定 因為聽說他很喜歡你 我不曉得 這個對不起我不曉得 因為聽說你很聽話 所以他很喜歡你 好,我們看啦 國安會議啊 蔡總統要召開了,第一場就有關於經貿 一般綠股明年上半年的經濟衰退5.6% 對中小企業 對一般的企業 抵抗率差的是很大的警訊 已經有專家學者不斷的呼籲 經濟部好像也提出這樣的看法 是不是我們大家呼籲銀行不要這個時候收散 你要不要呼籲一下八大行庫能不能做到這一點 我也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一部分我們已經早就處理了 怎麼處理 我們邀請相關的公共行庫 特別交代他們 這個在這當下 盡量不要有雨天收散的狀況 除了不要雨天收散之外 對於各部會提供的這個政策性貸款 或者他自己本身要提供的自貸案 我們也鼓勵他們能夠盡量能夠乘坐 也就是到期的繼續給他演的意思 是不是這樣 對 請問這個事情有沒有 行政院有一個通盤的因應 明年的經濟景氣可能衰退的 整個的類似紓困方案有沒有 目前正在積極在研議當中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這個我想應該很快就會出來 多快 這個因為是由決策層來做決定 你不是決策層奇怪 財政部 這個是要各個跨部會的 跨部會的 那你直接可以命令八大航庫啊 對 當然我們財政部 你八大航庫就可以訂了 你自己訂一個啊 對八大航庫 你要不要講一下 八大航庫你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什麼做法 我們現在是這樣 就是八大航庫就不收散 這部分就當作 就是命貸在整個的方案裡面 整個的方案裡面 不對啦 這個 你先代理部長 你要爭取機會 爭取機會 成為部長吧 你有這個企圖心吧 有沒有 你有沒有企圖心 不收散 政策性的貸款 繼續延 可以這樣講嗎 這個已經確定 這個已經確定了 什麼時候確定了 這個在 在兩個禮拜之前 我已經邀請 相關的航庫 就是已經就這一個原則 你要讓你的高層知道啊 不然你沒有機會啊 來 我們看喔 這個 都是媒體幫你登的 沒有什麼 因為我問你喔 六年來 有人講超真 一億 一兆一啦 有人說一兆二啦 我給他算起來 大概一兆一啦 你們說 大部分去哪去還債 沒有你的意見 可是 我給他算起來 還債多少 連利息支出 加一加 全部七千七百多億 你超真的 一兆一 而你還債只有 七千七百億 其他有 三四千億 跑去哪裡 放在口袋裡面啊 還到稅計 稅計 稅計剩餘啊 為什麼不能夠還債於民 不要了 不要了 我提醒你喔 2019年 蔡英文 你認識她嗎 知道吧 蔡英文總統 她說 還稅移民喔 她要講還稅移民喔 她政府有收入 要親民共享啊 還稅移民啊 這個 我兩點說明啦 就是為了一個時間 其實我剛才講就是說 雖然是說 總預算 那部分是 就是說 實證數超過預算數 但是呢 如果 因為我們特別預算 都是沒有稅入嘛 都沒有稅入 所以呢 兩個加起來還是辭職 你不要話糊嚨 特別預算 通通取債 稅計剩餘用很少 了不起300億 200億 用到哪裡去 我就不知道用到哪裡去 所以不能糊嚨 以及還有三四千億的 跑去哪裡 跑到稅計剩餘啊 你 那你剛剛講的什麼 特別預算 亂講一通 特別預算 8400億全部取債啊 幾乎全部取債啊 還有哪一個 對不對 前瞻的全部取債啊 對啊 沒有從這裡來啊 沒有啊 所以 沒有從這裡來 都是取債啊 像 像我們的下一代子孫 重新取債 沒有用你這個錢 所以我要問你的就是 六年來 你總共超收了一兆一 結果你現在只有還債 還七千多 七千七百億 其他錢跑去哪裡 你告訴我 跑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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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還有就是 跑去哪裡 沒有舉債啦 沒有舉債 有時候沒有舉債 有些是增加還債 那當然其他的是到 隨機剩餘 隨機剩餘啦 他還是要透過預算程序來使用嘛 隨機剩餘的 剛才 韓國做得到 新加坡做得到 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這部分 澳門也做得到 蘇部長在任內的時候 他已經講了 要還稅移民 而且是你啊 不是蘇部長啦 對 那他已經講得清楚 就是說如果要還稅移民 那他透過預算程序嘛 因為要程序 那一部分就是要總處那邊來做通販 你反對不反對嗎 可不可以透過預算程序回稅移民 可不可以 只要有財源 當然有財源 我不是跟你講的 你還有四千多億在那裡 對不對 所以你們講說 講什麼特別預算 亂講一通 特別預算幾乎通通是全部舉債 沒有到這個錢了 亂講 來 最後一題 CPI現在是2.98 沒有到3% 好像有降下來 CPI現在好像是2.35 2.98 那個中所稅 免稅額就不提高了 免稅額 來來來 先不要講 我幫你講 平均台灣的 68.3的人 領不到平均行事 五萬個青年還不來學貸 還要被強制執行 所以我就問你 要不要考慮 免稅額 再提高 有沒有 可能 那免稅額提不提高 那是另外一個政策的問題 但是就這個 有關這個 CPI這部分 那麼那一部分已經調了 已經調了 在明年的 結段申報的時候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了 已經調了 沒有你們是不調 我們就是 就是那個 你們是不調 那是去年的 我們已經調了 在112年的5月份 結算申報就可以用了 調多少 那個是調 就按照物價指數 物價指數 我這邊在簡單的 跟委員報告一下 好了 不用講 我們時間到了 等一下跟外面聲明一下 好 謝謝 謝謝